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段 言语28道莱特币矿机开箱安装视频 先从箱外观来看,包装上接着的 有两层的紫箱包装 然后呢,我们现在开始把矿机从紫箱里面 把它拿出来 两层的包装,还有这个比较结实的泡沫 两侧是固定的泡沫 我们小心点,把它拆开 左边是缝扇,右边也是固定的泡沫 然后我们现在看一下大概整体的外观 有两个模组,然后芯片呢,一共大概是40片 这个在芯片的位置会有散热片 在旧的版本中呢,是不加这块散热片的 芯底呢,是有这块散热片 为了更好的增加散热,降低整体的芯片温度 然后正面,两个风扇 然后另外一边,另外一个刀片的一个刺激片 然后下面一些建设人件 然后是后面有两个网口 PCI-E接口,PCI-E接口 这边的刀片也是两个网口 然后现在我们进行安装 银鱼逛机的安装还比较简单 因为不用接703或者数据派之类的 只需要先把这个电源接口 接到PCI-E的这个接口上 一条,然后第二条 第二条接上 那电源我们现在就接完了 然后我们现在开始接网线 那你会看到两个刀片呢 每一个刀片有两个网口 那网口呢,这一侧因为它是上下 会非常好区分,不会放到 它这一侧的网口下面呢 是网卡输入 我们把下的网卡接上 就是这个外网来路相当于 那这一侧呢,是上头这个是外网来路 我们可以这么直接把它给接上 这样呢,这个矿体的整体就已经接好了 然后让我们来接通电源测试一下 这样的矿体就已经看不过了 我们看一下它的噪音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噪音 大概下了一个噪音的测试软量 大概要到60 65左右的一个噪音的测试量 然后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一个噪音效情况 大概是起的 大概就要到 470 1瓦队 470 1瓦队 因为不同的电源 手货率有不同 如果是85 新台电源的 会到 440 50瓦队 有的一个恐慌 距离 可以看 这个 那这样呢 类伍的 我们来看一下噪音效 我们来看一下噪音效 这个是我的 我通过远程连接到我的电脑上 远程连接到我的电脑上 然后用iPad连到电脑的一个软件界面 这个是人鱼四代的一块软件 对于设置矿池和矿机连接来说非常简单 不用很繁琐的去操作IP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参数设置 我们都不需要设我们只需要设置的是矿池 点那个编辑 点操作然后点修改矿池 在里面把矿池地址和矿工号签写进去就可以了 我们会看到这个速率会矿池的速度速率会慢慢的往上升 然后大概是会升到一个 然后大概是会升到一个 我们现在需要10分钟左右的时间会升到一个比较理想的速度 大概需要10分钟左右的时间会升到一个比较理想的速度 大概需要10分钟左右的时间会升到一个比较理想的速度 大概自己已经 Tutuku为了 大概就 advancing 50分钟左右 大概就 reaching 25分钟左右的速度 大概就 14分钟左右的速度 That's so ever since we go to a rocket 那就 449wat 469wat 然后噪音的我们来测一下两色的噪音 然后我们这一色就会比较薄 大概有七十八到七十五维 因为比较高度同样 我们这一色大概是六十五维 我们看看这个速度 这个这个 放水的速度 大概在放水里的速度 也是一直在往上升 已经升到了二十兆左右 我们给稍等一会儿 然后让它升到一个比较平稳的速度 我们再来观察一下 因为银鱼官方提供的这个参数是二十八到 然后正负10%就是有可能会 低谷呢会到二十三兆到二十五兆左右 峰值呢可能会到一个 峰值呢可能会到一个三十左右的一个状态 大概现在已经会到跑到二十二兆了 大概现在已经会到跑到二十二兆了 然后这个软件呢设置起来也会非常的简单 就非常简单 就是只要我们把矿机开开 然后连上网线 然后把软件打开 IP地址都不用设置 需要进行矿池的操作就可以 所以在上面的文件 编辑和操作点操作 然后点修改矿池 那 第二行就是矿池地址 把矿池的连接地址选到依据 然后这样 然后那个矿池地址前进之后呢 再把矿池名前进之后点确定就可以了 就已经会在矿池里工作开始玩矿了 这就是淫于矿池 总体的一个拆架与安装视频 总体来说还是比较简易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好